近代人越来越追求健康养生 但数据却显示 台湾40岁以上的民众 自觉没有三高问题 见检报告出炉 却有高达47.5万人血脂异常 关键就在于坏胆固醇果高 做运动会比较好 我猜啊 最简单可能饮食吧 就是油炸或什么的 就是比较常吃啊 但其实这些都是降低胆固醇的错误迷思 饮食改善带来的效果只有三成 最终还是得靠药物治疗 它家族性有这种高胆固醇血症的话呢 事实上它即使说有很好的饮食控制 它的低密度胆固醇搞不好难会破表 病人呢事实上从小到大 都已经累积了相当多的低坏的胆固醇 还是强烈建议需要使用药物来控制 医师也建议因为遗传基因导致的高胆固醇患者 当传统药物效果不佳 可以考虑PCSK9抑制剂合併治疗 副作用少效果更好 传统的病人身上已经使用了传统药物身上 事实上还可以在更大幅度的降低 它的坏的胆固醇 那甚至可以到达一半以上 它可能大概两个礼拜打一次就可以了 所以说用药的服从性上面的话 也会更好 医师也强调无论如何 切记不能擅自停药 以免胆固醇引发高血压 肾脏病等更大健康危机 大海新闻 杨韻慈检员及台北报导